高塔公寓是纽约中心数一数二的高端楼盘 这里的住户非富即贵 男主乔西是大楼的物业经理 他熟知每位住户的禁忌喜好 餐室可为和行程安排 为住户们提供着细致周到的服务 乔西兢兢业业乐在其中 本来他会安稳地干到退休 可接下来的事情 却改变了楼里所有工作人员的命运 住在顶楼65层的老肖 是华尔街金融大鳄 他为人和善 与乔西等服务人员的关系都不错 根据日程安排 这天老肖应该在9点之前出门的 但他的司机在楼下等到9点多 仍不见人下来 乔西正疑惑之际 看到马路对面的一辆车子里 走下了四名持枪男子 乔西感觉到对方来者不善 便让保安莱斯特锁上大门保持警惕 随后他来到监控室查看发现 车库内有两名男子 把老肖带上了一辆卡车 公寓里发生了绑架案 这还得了 乔西一边喊着让人报警 一边狂奔出去追车 中途 他被人绊倒在地 而嫌疑车辆因为车速太快 在拐弯处翻了车 FBI随即上前 便老肖戴上了手铐 乔西这才得知 老肖因涉嫌证刑欺诈罪 企图潜逃 坏消息来得太突然 乔西有些不知所措 几年前 他把自己和员工们的养老金 委托给了老肖来管理 老肖答应 会让他们的资产翻三倍 没想到竟是个骗局 次日 老肖在支付了 一千万宝石金和货事 但他必须待在自己的公寓里 就是FBI的监视 没有批准不得离开 否则就会被送回联邦拘留 还要再罚一千万 当天夜晚 保安莱斯特试图跳下地铁站自杀 幸好被人及时拉了回来 乔西赶到医院才了解到 几个月前 莱斯特把所有积蓄 共七万三千美元 都交给老肖来投资管理 没想到 成了肉包子打狗 自己辛苦工作29年 继续和养老金打了水漂 莱斯特绝望之下 也倒是一丝了之 乔西听后非常愤怒 他带着妹夫查理 和新来的一名电梯工 找上顶楼责望老肖 简直毫无人性 连莱斯特的棺材本都骗 老肖却振振有词 投资就如同赌博 哪能没风险 他的轻描淡写 彻底激怒了乔西 老肖的客厅里放着一辆 1963年款的法拉利 价值不菲 乔西便用球杆砸烂的车布力来泄愤 事后 乔西等三人顺利被公司开除 为了把大家的养老金追回来 乔西决定违背职业道德 把他所知道的老肖名下的 飞机游艇等资产信息 告诉了负责此案的女探员 但这些情况 FBI早已掌握 只是缺少可以定罪的确凿证据 女探员还告诉乔西 一个不好的消息 即便老肖名下的资产被拍卖 这些钱也都会偿还给银行 相比之下 乔西等人被骗的金额微不足道 所以追回来的可能性很小 乔西听后 无比沮丧和失望 也许是出于同情 女探员在酒后 有意无意向乔西透露了一个情况 老肖在三个月前 提前空了账户上的2000万美元 但他被抓时 钱不在身上 FBI在他公寓里也没找到 如果乔西能找到这笔钱 一切就还要转机 在女探员的提醒下 乔西一想起来 老肖曾买过一个保险箱 他还在本子上 记录下了保险箱的型号 于是 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但仅凭他自己无法完成 他找来的妹夫查理 电梯工 以及金融男 金融男曾是高塔公寓的住户 后来因为投资失利 血本无归 银行收走了房子 现在变得无家可归 穷困潦倒 乔西向三人说了自己的计划 原来几年前 老肖曾花了1000万 对房子进行过装修改造 却偏偏留下了房子中央的那面墙没动 据了解 这面墙并不是承重墙 所以乔西猜测 老肖把保险箱藏进了这面墙里 2000万虽然很诱人 但查理等人认为 想要偷出这笔钱 简直异想天开 因为老肖现在不能踏出公寓半步 而且 门外还有FBI探员看守 乔西提醒大家 他们对公寓大楼的每个角落都了如指掌 只要出其不意攻进去 定能得手 接着乔西把他认识的罐头老黑保释了出来 老黑挑过计划后很是兴奋 但看到团队的成员 都是些循规导具 遇事先送的人 直呼带不动 在乔西的恳求下 老黑举定先来个小测试 他现每个人在15分钟内 偷回一件价值50美元的商品 否则免谈合作 为了防止有人作弊 老黑收走了每个人的钱包 乔西等四人 硬着头皮各显神通 总算是完成了任务 但自称无所不能的老黑 也有尴尬的时候 他平时都是小偷小摸 根本不会开保险箱 这时 乔西想到了公有楼的员工 胖妹 胖妹的父亲是亚美加一流的所相 耳濡目染下 他对各种所剧也十分精通 胖妹不愧是行家 刚看一眼便知道 老肖用的保险箱 是六位转盘加双动所扣的 这种比较棘手 就算是他 也需要15分钟才能打开 乔西的计划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内抚查理却突然背叛了他们 原来 总经理想过查理回去 顶替乔西的位置 他一口答应下来 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觉得 乔西的偷窃计划很不靠谱 而且 他的妻子怀之运就快要生了 他不想跟着乔西冒险 查理的退出 并没有影响乔西的计划 他决定在次日的感恩节行动 之前 他从女探员那里得知了老小的开庭日期 于是假借法官秘书之口通知老小的律师 开庭日期体现到了感恩节 理由是方便读开媒体关注 让老小低调获释 律师和老小对于这样的利好消息信以为真 他们随即通知了女探员 而女探员的态度很微妙 他不但没有质疑开庭日期的真实性 还把消息告知了乔西 乔西看到计划奏效了 非常高兴 第二天行动之前 他安排电梯工偷走妹妹的手机 之后用妹妹的手机给妹夫查理发信息 把查理骗去了医院 然而 等到女探员把老小带离公寓去往法庭后 又抖声变故 只见老黑身着西服 假冒银行职员找到大楼的总经理 声称银行打算卖掉 之前收回的金如南的那间公寓 希望总经理能带他去看看目前的装修情况 原来 老黑跟着胖美学会了开箱技能 就企图独吞了2000万 乔西见状依旧淡定 继续计划行动 与此同时 大楼监控室的内影 用花花公子杂志转移了监控员的注意力 胖美张罗的一场生日派对 引开所有员工 让乔西等三人顺利溜进了公寓大厅 但老黑抢先一步走进了电梯 他们只好爬楼梯 老黑来到59楼的公寓后 把总经理锁在衣橱里 然后打开收音机 掩开呼救声 这边 胖美把下了名要的蛋糕 送给老乡门前的看守人员 谁知 对方不领情 说什么巧克力过敏 与此同时 乔西等人跑到电梯房 关停电梯 把老黑困在了电梯里 之后 他们跑到顶楼 带着头盗进入老乡的公寓 把房间内的监控探头 全部堵上后 便开始砸墙 果然如同乔西所料 保险下还真在墙里 可就在这时 又有意外发生 从电梯警脱空的老黑 举起了枪 还好胖妹也及时赶来控制的局面 另一边 女探员和老乡等人来到法庭 只见大门紧锁 询问得知 法官放假去了华盛顿 女探员意识到冲击 便带着老乡往回赶 但为了庆祝感恩节 街道上人山人海 道路不畅 从而给乔西等人留出了更多的时间 高楼顶层 当保险箱打开 众人齐齐静态 里面竟是空的 老黑抱怨大飞周章 白忙一场 想要拿回首相逃离现场 与进入南争夺间 枪走火 打中了法拉利的引擎盖 乔西凑上前一看 引擎盖就是黄金做的 用撬棍刮掉车漆后 更是惊喜不已 没想到 整辆车子都是黄金打造的 进入南快速估算了一下 这些黄金 价值4500万美元左右 原来这才是老肖藏钱的地方 老黑提议 每人砸到一块黄金带走 而乔西却决定 把整辆车都运走 据老肖所说 当初车子是被拆掉 然后在房间里组装起来的 可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拆卸 这时 老黑想到59层 金融南原的那间公寓 因为装修拆掉了房门 可以从那里把车子运走 老黑的话 让乔西留个大胆的注意 他们拆掉落地窗的玻璃 然后用顶楼的吊机 把车子掉到59层 金融南在59楼 看着悬在半空中的车子胆怯了 迟迟不敢伸手去拉 乔西和老黑现状 只好冒险顺着钢绳 滑到车子上帮忙 而金融南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拉住了车子 自己却被带出去 悬在了半空中 眼看就要自由落体 幸好 发现被骗 从医院改大的查理抓住了他 随后 乔西和老黑坐进车里 用力让车子荡向窗边 金融南和查理 合力勾住车子后 楼顶的电梯宫 看准时机落下绳子 总算把车子晃到了客厅里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 电梯空间太小 于是 他们决定通过电梯井 把车子运到车库 乔西在翻找车钥匙时 竟然找出了一个账本 上面清楚记录着老乔的罪证 然而 他们刚把车子弄到电梯顶上 女探员等人 带着老乔回来了 电梯启动后 又把他们送回到了顶楼 这时 乔西通知保安莱斯特 把卡车开到车库电梯口 老乔回到公寓 发现法拉利不见了 脸色大变 他警告女探员 如果找不个车子 定让女探员好看 而女探员看到强烈的保险箱 便以老乔故意隐瞒财产为由 要向他押回联邦监狱 随后 女探员来到监控室 查看车库发现 莱斯特正开车想要逃离 迅速带人追出去 拦下了卡车 结果中了吊虎离山脊 莱斯特解释 他只是偷辆车想自杀而已 紧接着 FBI在大楼附近 分别逮捕了 除了老黑以外的其他五个人 但FBI封锁的权势 却始终没有找到那辆法拉利 之后 乔西用老乔的账本 以及他自己做两年劳位条件 换回了其他人的自由 而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 法拉利并没有被运出公寓大楼 而是藏在了顶楼老乔的泳池里 不久后 被骗走养老金的员工们 都收到了各式各样的纯津汽车零件 轻松愉快 皆大欢喜 好的 本期就到这里了 希望我的朋友不要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